每年都有30万人共襄胜举的全国学生表演艺术类竞赛活动 这次受到肺炎疫情影响 教育部1月底宣布停办团体赛 只举办个人赛 由于许多学校师生都已经练习很久了 得知这个消息都很失望 希望不要停办 希望可以是改成延期来举办 让学生辛苦练习的成果有机会可以展现出来 优美的旋律 纯真的嗓音 这是109学年度全国学生表演艺术类区域竞赛 挑选出优胜队伍参与全国的比赛 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在一部1月底宣布 疫防疫为优先考量 将连续两年停办团体竞赛 引起家长学生的反弹 因为我们练了很久 然后结果后面就直接讲说没有比了 就是觉得很可惜 还是希望能够 如果可以就是各级长官能够再想一想是不是可以用 延期的方式不要用取消 给孩子再给孩子一个希望 孩子们努力了整个学期 期望为学校自己争取到好成绩 更希望借由全国的比赛 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也能展现练习成果 台东县部表示尊重教育部的防疫规定 而面对孩子新生 经过22县市政府代表共同评估后 仍决议以防疫考量为优先 团体赛仍维持停止办理 这讲解大人相报道